今日的福音 再一次听到 似乎耶稣讲出来的 不合一个情理 不合逻辑 以及也可以续以说很吃虧 为什么有人要 掌经我们的右边 右侠 右脸 为什么要转一边给他 这个正如这几天我们的读他的福音 也都是一样 耶稣那天说 如果我们的眼犯罪要换出来 扔走 守犯罪的坎掉 那才好好地进入天国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所说的很多的比喻 不是要我们跟着字面去理解 而是指我们的内心 内才会凝于爱 所以我们这陣子 尤其是在复活期之后 我们开始已经第一篇的读经 尼撒里面 是圣保禄 折迦多人的后书 后书里面的圣保禄 所说的很多的教理 非常重要 这陣子我们也有说过 使命路很着重 要我们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要分辨开 一些用人性的眼光来看 另外一个就是以超性的眼光 信仰的眼光去看 今天再也就是一样 刚才的福音 就是要指我们 不要这样用人眼去看 人性看上来好像这么吃虚 好像不合逻辑 但我们一定要以超性的眼光去看 同样 今天第一篇的读经 讲得很清晰 它来解释着用人性的眼光去看 和超性的眼光 信仰的眼光去看 它最后那里就是说 你看看 将是人不知道的 却是人所共知的 人性的眼光 看上来是待死的 但是用超性的眼光的 好像圣古录他们一样 是活着 人性的去看上来 好像受懲罚的 但是超性的眼光 他们没有被置于死的 用人性的眼光去看的是忧苦的 但是超性的眼光的 就是常常喜乐 用人性的眼光去看的 像贫困的 但是超性的眼光去看 就是很多人的腐足 人性的眼光去看的 好像看上来一无所有 超性的眼光的 就是无所不有 这就是人性的眼光去看东西 和我们以超性的眼光 信仰的眼光去看东西的分别 所以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正如圣古录刚才所说 他说 在艰难 贫乏 困苦 敲打 监禁 暴乱 劳苦 不寻 不食之中 这些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以不同的形式都会出现 这些就是人性眼光去看所有我们每一日发生的事 但是以超性的眼光的 要以明智 困苦 但是也都会很多时候有光荣 但也都有时有灵欲 种种的事里面的话 希望我们都能够坚强我们的信德 尤其是现在 这段时间我们看得到社会所发生的里面 而刚刚相反 天主是照叫我们 不是生在二千年前 不是生在二千年后 而是生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 所以我们一定要超性眼光 只要天主照叫我们 生在这一度 这个时间 这个地方 这个家庭 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就是令到我们能够有福音的传播 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 所以我们不一定要以着坚强的信德 来接受着天主的照叫 而不是以着人性的眼光 来长遮短探 怨天尤人的